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公民新闻 首先为大家带来一个现场的状况 反而像热热养机场 今天一早进行下雪道开挖工程 而这个下雪道开挖工程的土地 是属于私人土地的 那在私人土地一旁 也是属于郭游产举的土地 热热养机场因为上一支的台风期间 造成厂区内九万多支机制的死亡 所以在养机场四周 做一个防土墙的工程 同时也在私人土地进行开挖 这样的动作引起了地主相当的不满 因为新开村的村长 喷村长打电话给我 这个热热养机场后面 这个地主因为都在台北在做工会 回来发现人在这里做工店 占用他们的农地 都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所以他们去报建策来处理 除了偷挖私人土地以外 热热养机场还明显的排放养机场内的污水 养机场内的污水 随着偷挖的地管 排入果农所要灌溉的排水沟 再排入民生用水的北市溪 而这样明显的违反的情形 我们来听听环保局怎么说 基本上我们可能还要去了解说 因为它那里是五场嘛 如果以各个分场来看的话 它每场都不符合水沟法事业的定义 所以不是用水沟法只能用废青法 那废青法来讲的话 原则上是1200到6000块的一个罚款 是是是 1200到6000块的罚款 那这个可以连续除罚吗 它如果持续犯的话 连续除罚没有问题 基本上像一般会清法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有带旅行啊 有强盛者行復原的一个部分啊 那当然看个案的一个状况 基本上因为环境卫生的一个影响 图档不大 尤其像机场来讲 其实废水不是它最主要的污染来源 如果是一般的猪场啊 牛场啊那些牧场 它大量用水的 那水它是它的主要的污染 而且它是水沟失业的底力的话 我们最终可得真的认定 它有那个回归清洁中当 是可以除停工的啦 机场长期的污染 方寮乡民不免悲从中来 难道面对这样的恶霸 政府都没有办法管它吗 记者张仁吉 评论坊聊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